各位朋友 你們好 又是說說美國選舉的第一場辯論 因為每次總統選舉 尤其是美國 因為他現在還是一個領導者 每次選舉都有很多情況出現 全世界的政客都會做事 或多或少都會做些事去搞事 不知為何人不適應舒舒服的生活 安安定過生活不知為何好像不可以 有班人總是要搞事 因為有班人要這樣賺錢 那些就花邊東西 因為昨晚我都看完整個CNN的訪問 很奇怪 我的觀感就是 當然他們兩個就好像兩個老人家 在罵戰 其實他們這些情況 對一些弱勢的國家 其實是好事 真的好事 為什麼呢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很奇怪 這些想法 當然他們做得國家元首 他們的想法肯定是超過很多 超過我們普通人的思維很多 在這個辯論裏面 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我看到 我都會心微笑 因為如果你說說斯文 我就覺得他們一點都不斯文 扮斯文 為什麼這樣說呢 一到敏感的話題 我又要強一強調 我現在正在分享小弟的見解 如果你說有觀眾朋友 支持哪一方面 甚至乎是支持美國 推翻很多自己的國家 譬如說你有一個傾向就是推翻中國 你有一個傾向是推翻日本 推翻台灣 推翻新加坡 那就是國下的事 我就不會跟任何人去做這個麻戰 如果有這樣的觀眾朋友 不是這麼喜歡聽我說的話 那就請兒獄 因為我都很希望 跟一些高質素的觀眾朋友 做朋友 如果你說一來就是麻戰 完全都不尊重人 那我就過不了我這一罐 我就不太喜歡 他們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就是其實有兩個主持在這裡 一吶一淚 當然都是厲害的 很厲害的 問他們很多關於美國民生的事情 因為美國現在環球經濟這麼差 美國也不太過 我說普羅大宗 小弟的觀念就是很希望世界和平 保羅大宗就安樂的生活 但偏偏這個世界就有班人一個搞事 搞亂這個世界 他們很有趣的 他們兩個主持人問他們民生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是答非所問的 譬如很簡單一件事 其中有一個很重點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美國的兒童 如現在的情況 醫療的情況 現在我們美國政府 又沒有辦法應對改善 然後他們在那裏馬戰 完全沒有答過這個問題 被一路馬戰 然後那些主持 在這個問題之前 他們又問了一些民生的問題 他們仍然都是麻戰 很奇怪的 他們的麻戰就是怎樣 好像小孩子玩泥沙 我感覺 一點都不像是國家元首 可能他是演技好 他是麻戰最重點的內容 我就在這裏用一點時間 跟大家分析 就是譬如特朗普 就說拜登是掀起第三戰的始作勇者 他最重要的論點是說 普京 甚至乎習近平 他是看不起拜登 當拜登完全不放上眼來 如果特朗普他自己說 就是我想搶 應該這樣說 我補一補充 他就說拜登就是這樣 俄羅斯就侵劫烏克蘭 他又不提以色列那邊 很聰明 因為他一提以色列 以及那邊 牽連大波 為什麼呢 現在以色列那邊 就等同是 完全是要剷走 人家全部的居民 要走 等同是半個的種族滅絕 他就專程不提以色列 他就只是提普京 就是侵略烏克蘭 特朗普就說 拜登就養成第三戰的開端 拜登當然回答他 你都傻傻傻傻 怎樣去引發第三戰的開端 原來這樣就叫他引發第三戰的開端 然後又回答了別的東西 小弟就真的看到 可能是他們美國歷界的辯論 可能最差的一場 因為他都不回答那些主持 比較正規的 關乎民生的事情 如果你想做一個新任總統 你都要對各國民有交代 他們完全是避開了 但是裏面自你行間 暗藏一個覆劍很恐怖 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特朗普 他說拜登掀起了第三戰 他上場就會鞏固美國的軍事地位 這句很重要 其實以小弟的經驗 就是說 根本上這兩個人所說的 其實你把他調轉就可以了 就等於他心底所想的 即是特朗普 他一說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世界很危險 如果他真的做總統的話 因為為什麼呢 你知道他要鞏固這個 這個所謂的軍事力量 拿來做什麼呢 就是要制衡普京 即是有機會去打 制衡中國 就有機會去打 但是你知道 白人政治就是 他要打人的時候 首先就要別人手足相殘到極點 然後他自己走過去揚得利 因為他經過越戰阿富汗之後 都學爭了 因為他死了很多人 因為他們這些政治家 政治佬 我叫他們 為什麼呢 他們這些人 經常都走去 無稽地犧牲別人的性命 來換他們的財產 譬如他越戰的時候 美國死了很多人 當然他不算別人越南 死了多少人 因為他那些政治佬 他想的是 死了幾個軍人 就要賠多少錢 是講錢的 他不是講命 講家庭 因為他包裝到 整個美軍 都是為國家服役 很光榮 其實光什麼是榮 你一打仗 如果小弟的見解 就說 你哪個國家 兩個國家打仗 三個國家打仗 四個國家打仗 我每個國家都不會幫 因為一打仗 就是全部人都不對 因為由一二戰 已經是受到全人類的教訓 就是 戰爭就是 小弟認為 如果你喜歡戰爭 是你的事 戰爭就是 全部禍根的根源 這是全世界的認知 但是偏偏有些人 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是他自己的利益 然後就用人民的性命 去換取他自己的利益 你看看 現在以色列打仗 長尊套爛 那個家庭都散了 誰負責 那些人死了 誰負責 還有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多痛苦 其實也是政治人類的 現在 拜登 說真的 如果小弟的見解 就是 他雖然表面好像傻傻 但是他很厲害 一個人 他現在 表面有些認知障礙 但是他本身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其實 他現在 對 譬如烏克蘭 俄羅斯 歐洲 其實他算是溫和 因為 都不斷移 像精式提供武器 讓你反抗 不斷移 但是如果特朗普 上場的話 小弟的認知見解 就是 他要鞏固軍備 他就真的有機會參戰 打仗 為什麼呢 他經常都說 我們美國最強的是什麼 軍事 其實說真的 現在還打什麼打仗 落後地方 才用人命去換戰爭 說真的 你和那些真正 真正有核武的國家 打人家和你打核戰 不理會這麼多 就算你有七役艦隊 美國有七役艦隊 但是其他國家 不夠你打 有核武就用核武 其實就是迫上了 全人類的絕路 但是他們的政治人物 想的就是什麼 想透過戰爭減少人口 減少人口 減少什麼 就是我們普羅大宗 死就是死我們 有部份就是想戰場的士兵 但是你看清楚些 是平民死亡最多的 每場戰爭都是 戰爭的士兵 就排第二 我覺得他們的思維 比較落後些 這些還是白人的理念 現在就是美國的小眾 當然 說真的他們的理念是什麼 就是他們認為 全世界最高等的民族 就是他們的白人 這是他們的白人 民族主義者的想法 他們當其他民族 都可以犧牲 都是一個玩具 我感覺上他們的想法就是這樣 所以我不是很崩潰這些人的想法 因為你說真的 其實現在人口 我們有90億人 在地球裡膨脹太多了 其實地球不能負荷 說真的 不能負荷 就是讓一些知識 讓一些地方絕逐 減輕人口 現在很多地方都醒覺了 你可以控制著現在90億人口 接著 你現在美國有強大的軍事科技 我軍事科技我自己都很喜歡 不過我是把它變成一件藝術品去看 因為人類是不可以沒有武器的 原因是 其實我們生存在地球裡 很危險 很簡單 2029年 大約這個年份 大家可以上網看一看 很多國家都蓋住了 都不宣揚 因為他們覺得 未發生的就有它 但是 2029年左右 就有顆小行星很接近地球 如果真的中了地球 現在專家都解釋了 大約三分一人口就會滅絕 甚至乎一半 最悲劇就是去到一半 但是我們人類有沒有 辦法去改變這個命運呢 會不會阻止這個小行星撞下來呢 其實我們現在的人類 是說可以阻止 其實我們現在的科技 是不是真的做到呢 我是很值得懷疑的 因為全世界 現在連登陸月球也這麼辛苦 登陸火星也這麼辛苦 那麼你要摧毀這個小行星 是不是就這樣 可以炸到它呢 或者用一些飛船撞過去 像方向片一樣 令到它偏離行動 不是這樣 不好意思 其實我們人類真的很可悲 因為我們人類自相殘殺的歷史 就是這麼多年 由以前遠古到現在 都是自相殘殺 但是沒有想過怎樣去保護地球 怎樣去令到一些 可以傷害我們地球的物體 可以令到它不傷害地球 其實為何人類變成這樣呢 就好像他們兩個這樣 說來說去 嘩 大哥 都沒有說為美國人民著想 避開了這些話題 總之是大家在鬥鬧 你如果是成為世界王者的總統 其實你應該有個理念就是 首先你如果是為美國的普羅大眾好 那你也應該有一個心 是為其他國家的民族好 其實你是應該做一個 即是這兩位 如果想進入下一屆總統 其實理念應該很崇高 而不是在那裡大家吵架 然後當然很多人都認為 我這個思維很幼稚 其實我的思維就認為他們很幼稚 反過來 因為你如果能夠有一個系統 令到美國的人民 可以正常生活到 然後也可以做一個系統 不要用這個掠奪的政策 可不可以再大家 全世界的人坐下 即是斯文一點點 不要再搞所謂的人類的戰爭 因為你2019年那個施行星 都不知道搞不搞得好 還有很多事情 其實這些事情 在這兩位後任裡面 即是叫做 一位就是現金總統 我看不到和平的道路出來了 尤其是 可能拜登繼續做 世界會和平一點 而特朗普一做的時候 馬上就來了 即是那場戰爭 因為其實他的能力 都沒有什麼能力 可以扭轉到現在全世界的命運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命運 是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覺得 現今的中國人做的事 有一方面是挺好的 因為他是趨向向外宇宙發展 其實我們現在地球裡面 90億人 其實如果可以一起共同去研究一些東西 可以向外宇宙發展 這樣就可以維持很多年 可以維持很多年都不用打 對不對 其實這種觀念 我在他們身上看不到 我當然是希望 現全世界 就保持現在 再好一點 20年前的地球 比較溫和一點 平和一點 大家不要去打仗 那麼多 因為他們如果 誰繼續做 其實我看到 那些落後的國家 繼續落後 就這樣看 所以這件事 不是我想看到的事情 希望他們現在 兩個人 都是保持著吵架 唯有是這樣 大家唯一唯 其實單方面 我會覺得 如果是拜登繼續做 世界可能會再保持溫和一點 但是特朗普一去的時候 就很大機會 世界會亂裂 因為以他的言行 我看到不是很妥 不是很妥 這是希望是我的推測 我不希望是事實 就這樣看 很多觀眾都會說 你說這麼多廢話 你到底會覺得 是誰會當選 誰會當選 我就會覺得 現在就這樣看 似乎是拜登繼續當選 機會會高一點 但是這個 這個並不是一個預測 而是 我看到 拜登是比較溫和一點 因為美國人 其實都不太想打 因為經歷二戰之後 其實美國人 還有一個很大的陰影 就是普羅大眾 他說美國人 想一些事是先進一點的 他不太喜歡 讓政治的事情 擺佈住他的人生 除非當兵那班 沒有辦法 但是普羅大眾 其實都不太想打仗 我也希望 拜登繼續做 繼續做的時候 大家 笑一下就算了 說真的 俄羅斯現在打仗的時候 他的經濟都不會好得去哪 哪個國家打仗 其實都不會好得去哪 美國打仗 就說可以巡洋 會不會做到世界的霸主 當是圍戶一件事 就去收保護費 之類之類 這些大家成年人都知道 對不對 但是 誰打仗 其實對現在整個地球 我們普羅大眾 是沒有益處的 沒有益處的 我覺得拜登的機會大一點 因為他比較溫和一點 希望是這樣 如果特朗普上場的時候 我也要看看 地球會不會真的去到第三戰 反過來真正的第三戰 這裏就是我小小的意思分享 如果聽不明白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很沈氣 先不好意思 我說的那些話 可能有少少 因為我要遷就在廣播的問題上 所以我不可以直接太坦白 不過我剛才所說的言語裡 其實都已經戴出了那個意思 即直言那個意思 總之希望都是世界和平 好 希望第二場辯論的時候 希望為世界帶出一個曙光 甚至乎美國的普羅大眾 現在經濟五叉都希望可以 帶出一個曙光 總之希望世界和平 有些觀眾朋友就說 美國強的時候 其他周邊的弱勢國家就慘了 其實我就是很期待 真的好像有一個救世主出現 現在美國政府仍然都是全世界的領班 當然中國很強大 但它還未達到真正的世界領班 這是事實 二十年後很難說 但是現在的現實就是這樣 我也很希望有一個救世主出現 令到世界真正的和平 讓人類可以在地球裏面 希望可以安全一點 生活多 你不要多 五十年 如果真的要開戰五十年之後 好嗎 當然不要開戰 希望真正有一個 為世界和平的人 尤其是總統出現 這個是我小弟的意思 好 這條片又說到這裡 先謝謝大家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這條片 此以來 臥